双目三菱D6这个解码器走售后回来了 是报音的问题 原因有两个后面慢慢说 这个视频内容估计有点长 有很多观点一个一个来 那首先呢说一下 这种外置解码器有没有用 毕竟这个玩意花了1000块钱 电脑主板自带的双卡不花钱 第一个话题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 这俩听歌哪个好听 再不用这个外置解码器 只用电脑自带的解码器 音箱是这个2000多块钱的 基本舞香蕉猴的 QQ音乐要好于网易云音乐 即便QQ是免费的 但是它的声音很好听 很红亮很开阔 但是因为不是会员 好多歌听不了 或者只能听一小段 我的网易云音乐 是淘宝那个88会员送的 取库倒是也不少 但是它听歌即便是无损 也不是很开阔 我听着有点憋屈 在我音箱上 还有我车的哈曼卡顿的14个喇叭 用卡普类也都能听得出来 有一耳朵的区别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懂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然后用了1000块钱的第6解码器之后 网易云音乐 效果比以前好多了 嗓门终于开开了 细节也多了一些 那味也好多了 但是人家QQ音乐效果变得更好了 好在哪呢 人家支持ASIO驱动 看输出设备支持ASIOUSBDAC 这是独占通道 效果更好了 可惜网易云音乐不支持 它只能用Wave或者是DS 或者是WASAPI 效果照着ASIO还是区别很大 除了这一点网易云音乐的曲库或者它的文件格式 即便是无损 我总感觉细节还有通道 还有这种声场有欠缺 我说这话是有条件的 是在2023年12月份 之前我不管 我没怎么听 之后我也不管 人家也可能会变 咱们说话严谨一点 好 第二个话题 这个解码器为什么要走售后 其实上个视频已经说过了 这个解码器在双目三菱淘宝旗舰店买的 应该是天猫店 1000块钱 像一般的歌如果用普通声卡来听 那个味儿确实是白开水 但是如果用这个1000块钱解码器来听 相同的音箱 相同的歌 相同的音频格式 效果好不少 相当于往白开水里面放点蜂蜜 或者放点咖啡 但是并不是滤镜 并不是很难听的这种音色调音 而是整个就好听了 更像听歌的东西 但是通过我用了这几个月 我发现这个玩意儿 它在音频领域是没问题的 听歌是没问题的 是挺好的 结合什么功放音箱 好一些东西 但是它这个我用来接电脑 接电脑就得用到USB 它在USB方面是有欠缺的 两点 也就是我这次报音解决问题的两个方面 首先说第一个方面 买了三个月就出现了报音 开始好像没有报音 要有报音我早说了 现在连接的电脑是USB模式 这对音箱会时不时的出现 啪啪这个声音 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比如说我用浏览器 在看网页的时候 它就会啪一声 但是有的时候又没有 不可复现 这个我上一个事情也说过 开关机的时候有 这个很正常 然后切换频率的时候也有 这也很正常 但是我什么都不干的时候 你不能有这个声音 另外这个声音还用手机录不出来 那就很难给客服发过去 只能用语言来描述 还有就是以前我在调这个声音 在出这个声音之前 会有巴的一声 一个很小的爆破音 然后我就给它走了售后了 售后时间用了一个月 我是11月20号发过去的 今天是21号 前两天收到的 将近一个月 这我还催了几次 其实可能也不用催 他们说正常是两到三个礼拜 售后的技术跟我说 说这个USGP接口 好像有点问题 它好像给我换件 要不就给我修了 修完之后 确实这种爆音出现的 不是那么频繁了 但是还有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爆音 不光是接这台电脑 开始我认为是电脑的XMP的问题 或者主板漏电什么之类的 都不是 我把它接在苹果电脑上 苹果MacBook Air上 它也有这种爆音 另外我换了一个USB的 佛西的声卡 外置的 它就没有声音 像RCA的线 音箱电脑都没动 人家一点声都没有 那就是这个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第一层 双目三菱的技术 给我解决了 但是我拿回来之后 一侧还是有爆音 然后又问收货 收货 收货再问技术 转来转去 问了两天 收货给了我一个网址 都是英文的 通过网址的教程 把问题解决了 下面具体说一下 就是这个网址 网址很长 全英文的 我说一下简单的思路吧 因为这个D6解码器 它的USB用的是XMOS XMOS的驱动 是这个驱动的问题 但是据我了解 我说的不一定准确 有董的同学欢迎执政 这个XMOS的Windows10 和Windows11的驱动 是交给一个什么厂商开发的 在他俩的官网都下载不了 我只能去双目三菱的官网去下载 那双目三菱的官网的驱动 是今年5月份的 但是那个第三方开发驱动的公司 现在已经有9月份的驱动了 目前双目三菱还没有 等待的更新吧 我估计是双目三菱跟 XMOS或者是那个第三方公司 买的这个驱动 这是我猜测的 我这个驱动是基于 2023年5月份 这个版本进行的修改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但是这个解决了 苹果端还是解决不了 看来可能还是有问题 据我看评论 以及这个帖子的跟帖 双目三菱还有很多产品 也都有这个问题 也都是通过这个办法解决的 看来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所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 D6这产品的bug 而是一个可能是行业 规避不了的bug 这也就是我说的 这种D6解码器 它在音响领域是没问题的 各种兼容测试都没问题 但是它在电脑数码领域 就这个USB这块 可能做的还不够 还有一些欠缺 如果你的设备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可以跟客服要一下 我简单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当我们装完这个XMOS驱动之后 屏幕的右下点会有一个图标 就这个T字形的图标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运行了之后会有一个小面板 它会写着 当前用的是双目三菱的USB Audio 用的是48 默认是没有这个Uption选项的 通过一些方法 就是它网页中介绍的一个方法 需要修改一个文件 我这个文件并不是它这个图给的文件 它这个帖子是2021年8月17号的 是老帖 现在两年时间都过去了 但是思路没变 都是改一个那个文件 然后会让你这个面板多出一个小面板 叫Uption选项 这有一个Streaming 就是串流吧 这是流媒体的意思 然后这里边默认是on when needed 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才有这个流媒体 默认是这个 要改成always on 就是一直开着 那这是个啥意思呢 我理解是USB端或者这个解码器端 像这种流 当你需要的时候它才开 你不需要的时候它会关 可能是为了省电 可能是为了别的 也就是说它默认经常带机经常关 当你需要一开 它才会开 但是一开的时候就会报音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如果设置了这always on 一直百分之百都在线 也就是说不让它待机 那就没有这个声音了 也就是刚开始在气温频率的时候会有点 那个都不重要 至少说现在比如说我写稿听歌 它不会有杂音了 让它一直很安静的待着 另外这个帖子的标题 它写的是延时的问题 就这个cut off和delay Charmes驱动设置为了不切断 不中断和延时 就是没有中断和延时 但是它并没有写报音 但是这个方法能够解决报音 需要改这个文件 修改这个文件的时候 要把Charmes这个面板退出 然后需要给它加一个值 默认是隐藏的 要给它打开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看评论 有很多评论 都说挺好 有用 我估计双目三菱的新驱动 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2023年5月份的驱动 还没有解决 那这个帖子是21年8月17号的 那就先这么用吧 另外我感觉双目三菱 在国外有很多用户 因为我不是这个圈的 我不是很懂 看帖子我才知道 有很多国外用户 也都很喜欢这个品牌 行 那我用双目三菱 D6这个解码器 报音的问题 就葬告一段落了 我现在用它主要有三个应用 一个是光纤 连这个RGC3的电视 玩PS5 很爽 比那个佛西K5那要好 佛西K5那就是白开水 那个是300块钱 它没有在这个音色 也不是音色 就声音好听这块没做过什么特别的投入 这个玩意儿有两片AK4493S 好像是解码芯片 我也不懂 好像有了这个就能让声音好听不少 这是一个 另外我还用蓝牙 听安卓或者苹果的蓝牙音乐 这也挺好听 确实挺好听 还有一个就是USB接电脑 主要是这三个输入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就好好用吧 这是一个挺好用的东西 至少说目前来看挺好用 我想继续使用它 关键它也很小巧 也挺稳定 那这就是这个小插曲 其实要没有这个问题 它在光纤输入蓝牙这方面都没问题 就是接电脑差点意思 另外它这个接苹果应该也有问题 还好最近我不怎么用苹果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是我的一点经历经验 分享给各位